如果您觉得在Intellij IDEA的编辑器里面 或者是使用了Intellij平台的其他的 IDE 比如说Android Studio之类的这个工具里面 如果您觉得编辑器的这个分页的这个标签看的不是很清楚的话 那么我们其实是可以安装一个IDEA的外挂来改善这个情况 接着我就来示范一下我们安装这个外挂 我们先按下Ctrl Shift A,然后打下Plugins,然后按一下Enter 好,在这个Plugins的画面里面 这个视窗里面我们先选择Marketplace 然后这个工具叫做ActiveTableHighlight 就这一个,ActiveIntellijTableHighlighter 然后点选Install 接着再重启我们的IDE 好,点选Restart 它会关闭,然后稍等一下就会显示出来 重新进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它的呈现的效果了 好,这个ActiveTableHighlighter安装好以后 我们重新进来你就会看到 我们的这个分页的背景 它其实已经改变了 那您安装之后的这个背景颜色可能会跟我不一样 因为我们可以,我们其实是可以在这个设定里面去改它的 我们就打下Settings,进入设定 在这个设定的Tools里面 您可以找到ActiveTableHighlighter 它的一个设定的一个地方 点选了以后 我们可以在这个 Background这里去更换它的 背景的颜色 比如说我现在这边使用的是 比较近 黄色的 这个样子 FF110D 我是使用这个代码,那您当然可以自己随便去改它 修改完以后按确定就可以了 那它这个外挂有一个缺点 就是它只能改背景的颜色 就是这个背景的颜色 它这个文字本身的颜色是没有办法修改的 使用这个外挂,我们就可以很轻松的 就让我们的这个分页的这个 背景颜色可以变成更容易辨识 可以我们一眼就可以看到我目前到底这个编辑器 到底是使用哪个分页 应该是 可以说是很方便的一个功能 好,那今天就是介绍这个简单的外挂 谢谢各位